我家里有受损 但是我平安 我还是要出来 我家里虽然有受损 但是我还是愿意出来做 其实每个家里的东西 全部都一定会掉下来 看到这种灾难 我换就穿上蓝天白 七点二强震撼动全台 当下花莲慈祭志工 随即换上制服 一连好几天早出晚归 晚上我们是六点出发 送物资 总统所有的活动 到结束晚上在五点开晚会 回来到七八点 一整天为了震灾东奔西跑 赶快助人使命优先 主要是商人一直教导我们说 大爱大爱 其实我们家里只是一个小爱 赶快出来付出利益众生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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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年接受宽关节手术 高龄八十岁的林采旺 星星念念都是受在乡亲 面对愚症 志工也会害怕 身体也会感到疲惫 但灾后的分分秒秒就想多做一点 让受灾乡亲多一份温暖 携手重建家园 大爱新闻张阳川 许文玲 林道明 花莲报道